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加上李小凡处理的几处灵际复苏地点 我们目前的动作还算顺利 鉴于李小凡的表现 于此我有一个提议 我想收李小凡进入我们组织 这合适吗 这 这个李小凡确实实力高强 不比我们在座的任何人弱 不过此人心高气傲 让他强弱未必能顺利啊 四舍 除了紫属 这里还有你见过李小凡 你对他是什么看法 我吗 在我看来 李小凡实力过强 未必会帮我们处理这个世界的问题 嗯 李小凡的实力的确太强了 这是个问题 想不到你们组织 真的挺庞大的 欠人这么多人 王爷 原来你也在处理 李小凡 你是怎么找到这里的 会因为你旁边的那个人吗 罗 我什么时候 怎么会 难道说是 果然我的气息内 会有李小凡的气 是那个时候吗 可真是好算计啊 被你摆了一刀啊 李小凡 那么早 你就开始算计我了 李小凡 你这么大费周章地跑到这里来 就不怕有来无回吗 你要做什么 我有你们手里 关于灵气复苏所有的资料 灵气复苏的资料 我需要找到下一处灵气复苏的地点 我自己去找太麻烦了 你怎么认定 我们手上就有灵气复苏的信息 每次有灵气复苏迹象的地点 你们都出现了 而且都是非官方行动 你说你们和灵气复苏没关系 可能吗 你龙天纲华国实力顶尖 你们又每次精准找到灵气复苏的地点 你们的组织会小吗 世卫组织千年之约 我知道的远比你们以为的多 什么 他怎么知道的 我现在觉得李小凡可以加入了 我有自己要做的事 三个月我要找到慕容云海 我也同意你的加入 我同意 没问题 同意 没问题 今日起 你便是我们世卫组织一员 代号 有机 等等 这是剑石的牌子 龙 这是剑石的东西 你怎么能给李小凡 自说 剑石也希望会看到这一幕的 你们什么意思 难道你们都认定 剑石已经亡了吗 你们 我反正不信 他是我们中最强的人 他一定还活着 你要找的人 是想借着灵气复苏炼化魔物吧 只是我们虽然有灵气复苏的地点 与大致时间 但不能百分百保证 你要的人就在那儿 没关系 每一束灵气复苏的地方 我都会去 既然要用你们的信息 我自然也会帮你们处理一些事 你们是想有序引导灵气复苏 让这世界一步步恢复曾经的灵气状态 给普通一个过渡的时间 你说的没错 这个世界大多数人 已经脱离灵气太久了 如果不能有效的引导 会出大乱子的 先凡中有一战 千年之余马上到期 即使天下七门进出 世界又将大了 你连天下七门都知道 看来还是低估你了 千年之气一到 世间灵气恢复如常 不止天下七门 更重要的是 灵气复苏 会导致神魔时期的人物逐步苏醒 而那些被灵气封印的魔物 也会出现 既是天地异地 我们这些凡人 又是否有能力对抗这些灾害 或者又像千年前那样 被仙门奴役 我所谓 我现在只关心下一处的灵气复苏地 你怎么能说无所谓 凡人前途未博 你居然还能事不关己 你可真是心急啊 这就是下一处灵气复苏的地点 由你和子鼠搭档 你只需要将灵气复苏的全眼推至地底 竟由当地山川地脉 自可将灵气缓慢分散至各地 知道了 我会是没做的 不过搭档一事就算了 即可 不过搭档一事就算了 不过搭档一事就算了 没有没做到 没有做到 这样的灵气复苏的地点 是为了 我说您能不能说 我说不过搭档一事就算了 我说不过搭档一事就算了 不过搭档一事就算了 我说不搭档一事就算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